在陽視雙霞鳳干涉實驗中 射兩個長條形霞鳳之間的距離為小D 霞鳳到屏幕距離為大D 波長為爛達的單色平行光 垂直入射在這個霞鳳上 若兩條霞鳳所發出來的光 在到達屏幕上這個P點的時候 所產生的路程差異 DELTA而來表示 下列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那這個兩霞鳳之間的距離 遠大於入射光的波長 我們先來看一下A選項 每一條霞鳳都可以視為 波長為爛達的現光源 這個沒有問題 光線射過來遇到這個霞鳳 它本身就要在這裡產生繞射 以它為起點 做一個現光源發射出去 那兩者都一樣 再來B 兩條霞鳳所發出來的光 可以視為不相干嗎 我們看翔姐這樣寫 你今天單色平行光 入射到霞鳳上 那從這兩個霞鳳各自發出現光源 我們的來源是什麼 我們的來源是這同一個單色平行光 所以翔姐就說啊 這兩條霞鳳它裡面的光源 它就應該叫做同向光源 因為我是從同一個地方過來的嘛 對不對都是同一個光線 好那這樣的話這兩條霞鳳所發出來的光呢 我們就會稱作是同調光 同調光的概念是這樣的 我這條霞鳳是波峰的時候 另外一條也是波峰 我波古的時候它也是波古 這叫做同調光 好那這兩個光呢 既然我是同調光 我們當然稱它是有相干性的啦 所以B是錯的 那剛才A呢是對的 好接著看C 這個光層差ΔR的正確值是這個樣子嗎 光層差是什麼 兩霞鳳走到P的距離差值 好所以我們來把這個圖給畫出來看看 我們要問的就是這一個 假設這裡叫S2光源 這叫S1光源 我要問的是PS2這段長度 減掉PS1這段長度 好那我們就用閉飾定理來做就好了啦 你先看藍色這塊三角形 底邊是大D 那你的對邊這裡呢 是不是Y再加多少 Y再加二分之小D 好所以 這個平方再加這個平方 相加開根號 是不是就有PS2的值了 對吧 好那PS1呢是綠色這個 一樣我的底邊是大D 那我的對面這個高呢 是不是Y再減掉這一段 這一段是二分之低 所以還是Y-二分之低 把兩個平方相加開根號 好那你就可以得到PS1 那這樣的話你再對應到這個 光層X 對應到這個光層X 它寫波層X 是不是就 這一個 剪掉這一個 我們對看看答案 好跟題目的一個 描述 它是正確的 所以C選也像是正確 再來豬 若大D 也就是到屏幕的距離 大D 遠大於小D 還有Y的話 那請問 我上面這個DeltaR可以 近似於 表示成這個樣子嗎 那這樣子就屬於是數學的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如果大D遠大於小D 大D遠大於Y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二向式定理來做 今天呢二向式定理說 如果X遠小於1 當他們做加減 呃 整個光層N次方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N 拿進來跟X相乘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呃 PS2的值 剛才算出來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大D給提出來 讓裡面變成 1加某一個數值 那就因為大D 遠大於這個Y 又遠大於小D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可以寫成一個 1加某個極小值的整體2分之1次方 我們用二向式定理的時候 可以直接把這個次方2分之1 拿來跟後面這個極小值相乘 好 這樣就可以弄出來了 那這樣同理的話 你剛才這個PS1 也可以再做一次 它就會變成1加2分之1的這一個值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的光層X是什麼 這兩個相乘嘛 那相乘的話 你數學再去整理一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 大D分之Y小D 好 那你看翔姐寫什麼 這邊就不對了 OK 好 那再來1選項 當光層X是2分之5爛打的時候 在P點是發生破壞性干涉嗎 我們要知道 什麼時候產生那個香腸干涉 什麼時候產生香蕭性干涉 就是看它的光層X 今天如果光層X是這樣 半波長的奇數倍的話 它就應該是一個香蕭性的干涉 那題目呢說2分之5爛打 所以它是香蕭性干涉或破壞性干涉 它本身的敘述就是正確的 好 所以我們最後答案選A C E 這個樣子 的 havia廣告 一でも 假的 我們就來拍下 我們就來拍下 我們就來拍下